好 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三小节的内容 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我们刚才已经学习了不同类型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啊 它的初始计量应该如何去入账 那么入账了以后呢就要进行后续计量了呗 好 再回到我们之前的那张图 再了解一下啊 我的后续计量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之前也讲过了 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你是形成了一种非企业合并啊 形成的这种长期股权投资 也就是说是对联营企业或者是合营企业啊 这个投资的 那么我们的后续计量呢 采用的是一种权益法来进行后续计量 那如果是形成了企业合并啊 达到了一种控制的程度啊 形成了一种母子公司的控制的程度 好 那么我们就应该用成本法来进行后续计量 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啊 两种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啊 它采用的后续计量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这两种方法 首先是成本法 那么成本法呢 它是按照股权投资的取得成本来进行计量啊 就说我取得这项股权投资的时候 我一共花了多少钱啊 那么后续呢 就一直按照这个历史成本来进行计量就可以了 除了我追加投资或者减少投资以及减值以外 我一般是不会去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 账面价值的 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想啊 我现在对这个被投资公司呢 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控制的程度 也就是说它是我的一个子公司 对不对 那我未来呢要编一个合并报表的 啊 那么你 我在持有你的这个期间 你的这个被投资企业 也就是子公司 我的所有者权益的一个变动 啊 我其实并不是很在意的 啊 并不是很在意的 因为你都是我的子公司了吗 那权益法的话 它和这个成本法处理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权益法呢 它的本质呢是长期股权投资啊 它的这个账面价值啊 要反映这个企业在被投资企业 享有所有者权益份额的一个价值 啊 因为呢 权益法下 我对你的这个投资啊 并没有达到控制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对不对 你呢 并不是我的一个子公司 所以我的关注点呢 应该是我在你这个被投资单位 这个所有者权益里边占的份额是多少 它会直接影响到我的损益啊 所以呢 权益法在后续计量的时候呢 就比成本法更加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要随着你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变化而变化呀 我要充分体现你的这个份额 对我的这个重要性啊 那比如说 我被投资企业 我的所有者权益 被投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啊 如果是增加了两千 如果我持股达到百分之二十的话 相应的 我也我也要增加 我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吧 那增加多少 两千 去乘以百分之二十 四百 那如果说 我的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 降低了两千 我马上也要跟上啊 体现在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减少四百 也就是说 我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呢 要随时随着你 被投资企业所有的权益的变化 而进行变化 那么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这个权 权益法呢 它更像是我们讲的这个权责发生制啊 什么叫权责发生制啊 以分红为例 如果是权益法的话 我管你分不分给我 只要你年底实现了一些净利润 那么我就要在账上反映我的这个投资收益 我就会增加我长期股权投资的价值 虽然说你还没有分红 但是你这个利润已经实现了 那我就确认我的投资收益 就非常的急功近利啊 对不对 那成本法的话 它就更像是一个收复实现值 只有这个被投资单位呢 它宣告分配这个股利的时候 我才会确认我的投资收益 到年底 你的这个子公司啊 实现了一些净利润 或者是净亏损 在我的账上完全是不用体现的 你都是我的子公司了啊 你的这种盈利和亏损 那么就不用 不用频繁的在我这个长期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当中体现出来了呀 所以它更像是一种深谋远虑的计算方法 所以成本法呢 和权益法 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因为我控制力的一个不同 控制力的一个不同 好 那么正是因为这种不同 所以会导致权益法和成本法呢 它有的一些科目 适用的用的一些这个会计科目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先看简单的成本法啊 后续计量里边成本法比较简单 初始计量的时候成本法比较麻烦啊 成本呃这个前面的这个企业合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比较麻烦 那么这里呢 企业合并啊 形成的这种长期股权投资 后续计量会比较简单啊 那我们刚才讲了 这种成本法呢 除非你追加投资或者是减少投资 已经发生了一种减值以外 我长期股权投资 我的账面价值一般是不会调整的嘛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 长期股权投资涉及到的科目 非常的清爽 一个是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的是什么 我初始的投资成本吧 那么如果我后续发现了减值 我要提这个减值准备啊 那么会有一个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也就是说我成本法下 我的长期股权投资 基本上是没有后续计量的这个问题了 对吧 没有后续计量这么繁琐的问题啊 因为你都是我的子公司了吗 我更加深谋远虑啊 我不会轻易的去调整 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 一般不会动 那么与它相对的权益法 如果我们是对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啊 这种非企业合并 形成的这种长期股权投资的话 后续计量就会非常麻烦 那你看一下 首先长期股权投资 它会有一个投资成本 反映我初始投资的一个成本 是不是啊 然后它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科目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的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我们待会会给大家一一展开去讲解啊 那么还有一个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准备 这两个是一样的 成本法和权益法是一样的 然后这三个 为什么会有这三个这个会计科目呢 它就是要反映 我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一个变化 而引起的我长期股权投资的一个变化吧 那被投资企业 所有者权益发生变化 我要跟着马上调 我调的时候我不能调我初始的投资成本吧 这个不合适啊 那我调的话 我就要设计一些明细科目 去核算 我因为被投资企业 所有的权益变化而增减变化的一些行为 那么就损益调整 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权益变动呗 这三个比较重要的会计科目 那么这是权益法和成本法 好 那么我们来简单做一个小对比啊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那刚才讲说成本法呢 它除非你是增资或者是减资 或者是企业减值 除了这些情况以外呢 我成本法下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一般是不会变动的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成本法 它的核算就非常简单了 非常简单了 那它只有在什么条件下 什么情况下 才会有这个会计分路的处理呢 被投资单位 如果宣告分配 现金股利的时候 注意啊 现金股利 如果宣告分配的这种现金股利 那么我的成本法下的这种长头 应该做的处理是 借应收股利 代投资收益 它像是一种收复实现制啊 是吧 我只有宣告分配我的现金股利的时候 我才去做一笔这个账目处理 做账 才会确认我的投资收益 当它收到现金股利的时候 那我就把这个应收给充掉啊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股利啊 那权益法是怎么样的 权益法如果说你分派了这种现金股利的话 我一方面借应收股利 我贷的 你注意 如果是权益法 我要随时调整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所以贷的是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那么可以看成呢 是我投资成本的一种收回 收回 好 那如果说收到现金股利 那么一样的 再把应收股利给充掉 充掉 好 那 如果说我被投资单位 在持有期间 会有一些盈亏啊 对不对 盈亏 成本法管不管 不管 他没有后续计量的这些问题了 但是权益法就会管 只要我有盈亏 那么 我被投资单位 是不是所有者权益的这个数额 肯定会发生变化 那 如果是盈利的话 净利润增加一千 那么我所有者权益 是不是增加一千 那如果亏损的话 减少一千 所有者权益的总额也会减少一千 就说被投资单位 他的盈亏 会导致什么 被投资单位 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嘛 好 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 一增一减之后 马上权益法跟上 要跟上 那么体现在 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也会随着调整 怎么调整 如果是发生盈亏 那么我们用的是 刚才讲的那个科目里边的第二个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那么带的呢 是投资收益 这是盈利的情况下 如果是亏损呢 那么就是一个相反的分路呗 那被投资单位呢 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吧 其他综合收益的一个变动呢 我马上也要在我长期股权投资这里 体现出来 为什么 因为其他综合收益 不是一个所有者权益的一个项目吗 它的一个变动 是不是也会引起 我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一个变化呀 好 马上跟着调整 用的是第三个科目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对应的一个科目呢 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如果说被投资单位呢 发生了一些其他权益的变动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净盈利 这个亏损 还有其他综合收益变动以外 我的所有者权益项目 发生了一个变化 我们就把它全部打包放在这里 叫做其他权益的一个变动 那么它也会引起 我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化呀 那么投资企业马上跟上 调整我长期股权投资的一个账目价值 那我用的是第四个会计科目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那么对应的科目呢 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那么具体的这些账目处理呢 我后边还会在具体给大家展开去讲 那么这里呢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长期股权投资 发生了减值呢 成本法和权益法 它的减值都是一样的一个计题方法 都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待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然后我们的准则规定呢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啊 它的减值一经计题 也是不能够转回的 不得转回的 好 那么你就会发现 成本法就是完美的体现了 我们刚才讲的 除非你增加增加这个投资 或者是减少投资 甚至是你出现减值 除了这些情况以外 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是不会变化的 但是权益法呢 它变化的就会比较频繁了 对吧 只要我被投资单位 所有的权益发生变动 我马上跟上 马上体现我在被投资单位 所有的权益当中 所占的一个份额啊 好 这个是成本法与权益法的一个对比 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需要大家注意 什么特殊的情况呢 就是被投资单位呢 有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行为呢 会让你认为 我应该去做这儿了 其实不用做 什么行为呢 就是这些行为呢 它是被投资单位 所有的权益 自身权益结构的一个重分类 也就是说 我自身权益 所有的权益 这项目一增一减 那么会导致我 被投资单位 所有的权益的总额 没有发生变化 只要我的总额 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我权益法下的 我这个投资企业 就不用进行账务处理了 那比如说 被投资单位呢 它宣告分派 股票鼓励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现金鼓励 是吧 现金鼓励 你在分配的时候呢 肯定会减少 被投资单位的 所有的权益数额啊 但是如果你宣告分派 股票鼓励 那么它的 被投资单位啊 它的这个账务处理呢 应该是借利润分配 转做股本的普通股股力 贷股本或者是实收资本 那你会发现什么 发现 这不就是所有的权益内部的一个结构重分类吗 也就是说 我内部项目的一增一减啊 它不会影响我所有的权益总额吧 所以对这种情况来讲 被投资单位啊 所有的权益内部增减变动 它是不影响总额的 不影响这个总额的 所以没有 没有必要去进行一个账务处理了 那么还有一些 这类似的一个情况啊 比如说 被投资单位呢 我是提取盈余攻击了 提盈余攻击的时候 我们做的这个账务是 借利润分配 提取盈余攻击 对不对 然后带盈余攻击 是不是也是所有的权益 内部项目的一个增减变动啊 一增一减啊 好 那还有呢 未分配利润 盈余攻击 资本攻击 去转增股本 或者是资本 那么我们的账务处理是 借未分配利润 盈余攻击 资本攻击 贷 股本 实收资本 是不是也是所有者权益 内部项目的一个重分类 内部结构的重分类 好 盈余攻击补亏 借盈余攻击 贷 利润分配 盈余攻击补亏 是不是都不需要进行账务处理啊 因为他所有的权益的总额 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成本法呢 成本法就更不需要进行账务处理了 他本身就只有那几步这个处理嘛 取得投资的时候处理一下 然后我这个宣告分派现金鼓励的时候 做一个应收 确认投资收益 减值的时候减一下 就行了 其他的后续计量基本上没有他什么事 没有他什么事 你被投资单位本来就是我的子公司啦 你的这种内部的这个增减变动 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深谋远虑嘛 所以成本法无需进行账务处理 好 那么这是对成本法和权益法 这两种方法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那么后续呢 我们会对两种方法在展开去讲解 特别是权益法在展开的 跟大家讲解一下 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后续的这个处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例题啊 这是成本法核算的这种长期股权投资 后续计量的一个处理 在某七年六月二十号呢 假公司以一千五百万购入了 以公司百分之八十的一个股权 那么假公司取得了这个部分的股权以后呢 能够有权力主导以公司的相关活动 并获得可变回报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我能控制这个企业呗 好 某七年九月三十号 以公司呢 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假公司按照其持有的比例 确定可分回二十万元 那么假公司对以公司 它的长期股权投资 应该进行的账务处理 它达到了一个控制的程度 是不是啊 达到控制了 也就是说企业合并形成的这种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成本法来进行核算 那么成本法来进行核算的时候 如果它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刚才我们说了 是不是确认应收和投资收益啊 不调整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吧 所以这里地方你一定要和权益法进行一个区分 所以它的账务处理是 刚开始取得这项长期股权投资啊 那么直接按照我支付的这个价款 作为它初始的投资金额就可以了 然后呢 当它分派现金股利的时候 我应该是确认一个应收股利 二十万 然后贷投资收益二十万 非常简单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贾股份有限公司呢 是一家上市公司 在某一年至某四年呢 相关投资的资料楼下 在某一年1月1号 贾公司呢 以银行存款八千万 从已公司购入了其所持有的 A公司60%的一个股权 然后贾公司呢 它取得了A的一个控制权 并且呢 它是属于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 某一年3月20号 A公司呢宣告分派一个净利润了 其中分派现金股利100万 那么你要你要这个清楚啊 现在呢 我贾公司持有的 A公司这60%的一个股权呢 是形成了一种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么我们后续计量呢 应该是用成本法来计量的吧 那么成本法刚才也讲了 分派现金股利的时候 应该是确认一个应收股利 还有一个投资收益 对不对 好 那么收到现金股利 那么去把应收给冲掉啊 在某一年的时候 A公司实现了一个净利润500万 那么这个10点 确认了他实现净利润的这个10点 我们需不需要做账务处理 不需要的 对不对 不需要的 刚才讲了成本法 它是深谋远虑的 它稳坐太深呀 它都已经是我的子公司了 所以A公司 你每年实现净利润机会损损 我都不需要在我的账上进行反应的 所以某一年这个10点 我是不需要进行账务处理的 那么在某二年3月18号 A公司又宣告分派这个净利润了啊 又分配的是现金股利200万 那么和前面前面的这个处理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某二年4月18号 收到现金股利120万 某七年呢 A公司发生了一个巨额的亏损 发生巨额的亏损的时候 那你就要看看 它是不是减值了呗 假公司预计呢 对A公司投资 按当时市场收益率确定的未来现金流量 限制为7800 也就是说可回收金额 7800 但某四年1月10号 假公司呢 将它持有的A公司60%的股权 转让给了饼公司 卖了 收到转让价款8600万元 那么根据上述资料 编制一个假公司的 有关快捷分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账务处理 首先在1月1号 我是不是取得了这项投资啊 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金额 直接是我支付的对价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题比较简单 借长期股权投资8000 代银行存款8000 但某一年3月20号的时候 宣告分派一个现金股利啊 对不对 那么我应该确认的是 应收股利 同时确认我的投资收益 60 我占比只有60吧 所以100就乘以60 那么收到现金股利的时候 相应的就把这个应收股利 给充掉呗 在某一年末 A公司实现了净利润500万 我们刚才说了 是不是不做账务处理啊 好 3月18号 同样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借应收股利 代投资收益 那么4月18号 收到现金股利 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股利 这两个和前边啊 就给某一年 它的分派现金股利 和收到现金股利 是一样的处理方法 好我们再来看第七个 在某三年末呢 假公司对A公司投资 预计可收回的金额 是不是变成了7800 那我是不是要和账面价值 进行一个比较 可社会金额与账面价值 进行比较 确认它有没有发生减值呗 那么这个时候呢 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整个账务处理里边 成本法 只有收回 或者是减少投资的时候 才会影响我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吧 所以这个题目里边 长期股权的 投资的这个账面价值的 依然是我取得10点的这8000嘛 没有发生变化 好 那么它的账面价值是8000 现在可收回金额是7800 它有没有发生减值啊 发生了 好 所以我们要确认一个资产减值损失 减 资产减值损失200 相应的减少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我们用的会计科目是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200 好 在某四年1月10号的时候 我把它卖掉了是不是啊 好 卖了多少钱啊 8600 我要把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给截转出去吧 好 长期股权投资 它有一个初始的成本 再加上 它有一个背底科目 发生了200的减值 所以把减值一并给截转走 这两部分才体现了我的账面价值吧 我在此刻的一个账面价值 7800 那么会有一个差额 差额呢我们是进入到投资收益当中去的 好 这是成本法 有些人说 我可能还做起来有点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呢我们会再讲减值啊 会再讲这个处置啊 当我们讲完减值和处置之后 那么你再做这个题目呢 就会轻松很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多选题 假公司呢 为境内上市的非投资主体 它不是一些投资性的主体啊 专门做这种啊 这个投资的 比如说风险投资机构啊 共同基金啊 不是这种投资性主体啊 它是非投资性主体 它持有其他企业股权和权益的情况如下 那么它会持有这个 乙 丙 顶 物 这些企业 不同类型的这种股权啊 让你判断一下 这些股权 它处理方法是不是正确 好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乙企 乙公司 那么它持有乙公司呢 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并能对其施加重大影响 联益企业呗 那么联益企业 我们用的是什么 权益法呀 A 是正确的 丙 持有丙公司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并能与丙的另一个投资方 共同控制丙公司 你注意 虽然说我持有了丙公司 百分之五十的一个股权 从这个形式上来看 我是不是能直接控制它 但是呢 这个题目不是直接控制 而是一种什么 共同控制 所以实质 这种形式来看的话 它是一种共同控制 共同控制 我们讲的 是不是应该用权益法 来进行核刷 所以并 错误 持有顶公司 百分之五的股权 从这个数量上来看 它是不是应该是金融工具 来进行核算 对顶公司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 好 没错 那就是按照金融工具 来进行处理 金融工具 我们当时讲了 它都是采用公元价值 来进行后续计量的吧 好 所以C 正确 四 持有物结构化的主体的权益 并能对其施加重大影响 你不管你是不是一个结构化的主体 你对它施加重大影响的 那么我们肯定是怎么样 采用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所以D 是错误的 好 这个题 选AC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这个后续计量里边 比较麻烦的这个权益法 那么这个权益法 在学习之前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刚才讲到的 权益法用到的科目 那么这个权益法呢 它主要用到的这个科目呢 包括四个 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的投资成本 那么它用来核算的是 长期股权投资的 投资成本的一个增减变动 那么这个呢 一般是比较稳定的啊 一般在后续计量的时候 它不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好 然后是损益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那么这个科目呢 它是用来核算 因被投资单位 它会实现净损益啊 那么这个净损益 可能是盈利的 净利润 也可能是亏损的 净亏损 净利润 净损益 利润分配 或者是分配 现金股利 而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的时候 就用这个科目 来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 那么还有呢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用来核算 被投资单位呢 其他综合收益 发生变动 而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的一个金额 被投资单位 其他综合收益 发生变动 待会我可以给大家 举个例子 那么还有呢 其他权益变动 用来核算 因被投资单位 除了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 和分红以外 所有者权益 发生变动 而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的一个金额 那它相当于一个 兜底条款 那如果是不属于 第二和第三的 那么剩下的 所有者权益的一些变动 全都放到这里边 呗 好 那么稍微给大家 做一个总结 就是呢 这个企业 它的所有者权益呢 包括这么几个项目 比如说实收资本 第一项实收资本 和股本 那它反映什么 它反映 我这个投资者 在这个企业 所有者权益当中 所占的一个份额 它是非常稳定的 是不是啊 不能随意变动吧 它会影响 你在这个企业当中 所占的一个权益 它所占的一个份额 比重啊 是你分红的一个基础 好 那么在这下面呢 会有一个资本攻击 那么这个资本攻击啊 比如说 它会核算一些 这个 溢价的一些收入啊 我投资者投进去的时候 多投的 你不能在实收资本 股本里面放呢 那么都放到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 或资本溢价里面去啊 那么在这之间 其实还有一个项目 叫做 其他权益工具 这个其他权益工具呢 它就是 核算啊 这个企业 除了发行普通股以外 还有的一些 其他权益工具 那么在 金融工具那张会 展开给大家讲解啊 那除了普通股以外 我发的一些权益工具呢 都会在 其他权益工具这里边 好 那么再往下走呢 还有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呗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学到这个章节 可能见到的 就是在 投资性房地产那里 见到的是吧 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讲转换的时候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它形成是一个代差 那么是不是会有一个 其他综合收益啊 在那里见过 对不对 那么你后边呢 也会陆陆续续的 再看到这个 其他综合收益 比如说 我们讲这个 金融工具的时候 你会看到 如果是第二类的 金融资产 第二类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说 以供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它的一个 供允价值变动呢 我们是进入到 其他综合收益的 当然这个第二类的 这个金融资产呢 它有两种类别 这两种类别 那么有其他债权投资 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两种类型 其中这个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呢 是指定进去的 指定到第二类的 到时候 学金融工具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好 这是其他综合收益啊 但往下走 那么就是 到留存收益了吗 那么留存收益里边 主要是一些盈余工具 合肥分配利润吗 盈余工具 合肥分配利润啊 那么他反映的是什么 留存收益啊 就说我的这个企业 净利润 分红完了以后 分完红了 那么留在企业当中的呗 留存收益啊 那么整个所有者权益的 一个结构啊 是这样的 那被投资单位 所有者权益 如果发生变动 那么我投资方 我这个投资企业 也要随之发生变动吧 如果是你分红 分红了啊 或者是你的 净损益发生变化 实现净损益 或者是利润分配了 也就是说我最后两项 发生一些变化的话 那么我们是通过 这个科目 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来进行反应的 那如果说你被投资单位呢 是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项目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是通过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来反映他的准减变化 那除了 这两项以外 剩下的 包括实收资本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等等 这样的一些项目 发生增减变化的话 我是通过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这个科目 来反映 被投资单位 所有的权益变化 它像是一个兜底条款 除了它 除了这个最下面两项之外 上面的 所有的都包括在 这个里面去 那么这个就是 我调整的一个对应科目 那么具体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会计科目 应该怎么去设置 刚才我们讲了 如果是一些净损 也分红的一些因素 导致的 我需要调整 我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 那么我用的是 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这个会计科目 那么它相对的 一个科目是什么 有借比有贷 那么另一个 对应的科目是什么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确认的是 我这个企业的 一个投资收益 那如果是 实现的是净利润的话 那就借长期股权 投资损益调整 贷投资收益 一方面增加我 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 另一方面 确认我的 一项投资收益 如果是见亏损的话 那么就做一个 相反的会计分路 好 那么长期股权 投资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会计科目 对应的 另一方科目 是什么呢 其他综合收益 也就是说 我是因为 对方 也就是被投资单位 他的 其他综合收益 发生变化 而导致了 我的长期股权 投资 发生变化吧 那么我相应的 调整的时候呢 对应的会计科目 就跟着 我被投资单位走 被投资单位 是因为 其他综合收益 发生变动 那么我 相应的也要确认 其他综合收益的 变动 那如果说 被投资单位 其他综合收益 是上升了 那么我就应该做的是 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代其他综合收益 也就是说 我被投资单位呢 它是没有影响 损益的 那么我这里 确认的时候 也不能影响 去损益 走损益 而是去走一个 所有的权益 一类的科目 那如果说 那个兜底条款 除了经损益 除了这个其他综合收益的一些变化以外 我的被投资单位 所有者权益项目 发生变化的话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这个会计科目 来进行核算 它对应的一个科目是什么呢 你注意 是资本攻击 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为什么用这个呢 你想啊 我们的所有者权益 刚才那个 刚才讲这个被投资单位 是因为其他的这些项目 发生增险变动 是不是啊 那我要找一个 对应的 这个科目啊 你用实收资本 股本 做对应科目 行吗 那肯定不行啊 我刚才讲了 这个实收资本和股本 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啊 它直接反映了 你投资者在里面 所占的一个份额 那它会因为你长期股权 投资的这些项投资 而增减变动吗 而去增减你这个 投资方的一个 实收资本部吗 不可能 那其他权益工具 也不可能啊 它核算的是你的是吧 是你的这个 呃 除了普通股以外 比如说你发行优先股 这样的一些 其他权益工具 来核算的呀 所以我们对 用它做这个 对应科目 也是可以的 所以就剩一个什么 资本攻击啊 那么这个资本攻击里面 有股本一架和资本一架 这个行吗 也不合适啊 它是反映你 这个投资者投 进去的一个溢价呀 所以怎么样呢 就只剩下一个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个科目 还是可以的 那么来反映 其他的一些权益变动 好 那么最后呢 会有一个余额 这个余额呢 就代表投资企业 在被投资单位 所有者权益当中的 一个份额 就是说 把所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呢 加加加加加在一起 它的一个余额呢 最终都会反映在 我被投资单位 目前来讲 当下这个时点 所有者权益当中 所占的一个份额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权益法呢 还是那句话 它的账面价值呢 一定是要随着 投资企业 享有被投资企业 所有者权益份额的 一个变动 而进行调整的 它增我也增 它减我也减 但是我增减的数额不一样 我只是按照 我持股的比例去增 去减就行了 那我对应的一个科目呢 跟着你走 你影响损益的 那我也是走 走损益 你去影响 其他中国收益的 那我也影响 其他中国收益 你影响 这个其他项目的 那我就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我也不走损益 也就是说 我跟随被投资单位去走 它怎么变 我怎么变 按照我这个份额去变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权益法下的这个核算 具体应该怎么核算 那么这个核算呢 它非常的麻烦 基本上我们后续计量呢 90%的内容呢 都是在讲权益法下 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核算 那么这里呢 也是我们考试 每年必考必考必考的一个点 所以一定要把这一块 掌握下来 掌握下来 它比成本法的后续计量 要更加重要 好 那么它会涉及到 初始投资成本的一些调整啊 我投资损益的一些调整啊 好 那么我们具体的展开 一项一项的来给大家去讲解 首先 权益法呢 它会有一个调整 什么调整呢 就是我初始投资成本的一个调整 在我们第二节 学这个 初始这个计量的时候 是不是留了一个小尾巴 就是我们的商欲 是不是一直没讲呀 那么就在这里给大家展开去讲 那么权益法下呢 初始投资成本 怎么去调整呢 它要比较一下 我的成本和我的份额 两者当中呢 较高者作为我长期股权投资的 入账价值 什么意思呢 我要去比较一下 我的初始投资成本 就我投了多少钱 和我现在应该享有的 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 供养价值的一个份额 这两者呢 来进行一个比较 看谁高谁低 取什么 取高的 作为我长期股权投资的 入账金额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啊 我现在呢 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的 供养价值呢 我是 一千万好了 一千万 那我占的份额呢 假设是百分之三十 那么目前来讲 我应该享有的 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 供养价值的一个份额 是多少 一千乘以百分之三十 三百呗 对不对 三百 我这个份额是三百 那么假设我现在 用银行存款去投资 我投了四百万 我花了四百万 我花了四百万 买了一个价值三百万 这样的一个股份吧 那你会觉得 我是不是 这个亏了呢 不是 那为什么我愿意花四百万 去买一个价值三百万的东西 那就是因为我认为 这个价值三百万的东西 它值四百万 那多出来的一百万是什么 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商欲 就是我们之前 一直提到的这个商欲 那如果是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了 我享有的 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 供养价值的份额 这是我刚才举的例子 四百 我的初始投资成本 大于了我三百 的这个份额 那么我现在应该取高者 作为我初始的投资成本 我的入账价值吧 好 那么借 长期股权投资 好 这是正商欲的情况 那假设 我们把题目改一下 假设呢 我现在被投资单位 可变认净资产 供允价值 份额还是一样的 三百 那我现在呢 只花了两百万 去买了一个价值 三百万的一个东西 那相当于什么 你赚了呗 那么理论上讲呢 是你在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 赚了呗 你只用了少的钱 去买了一个 价值更高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相当于转让房 转让房 也就是被投的企业 在买卖的交易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的一种让步呗 那么对你来讲呢 是一种利得吧 这种利得不是频繁发生的吧 天上天天掉馅儿饼吗 不会的 所以它是一种偶发性的利得 我们把这个差额呢 进入到营业外收入当中去 也就是说这一百 我是进入到营业外收入当中去 那么还是一样 取高者作为我的入账价值 对不对 取高者作为我的入账价值 那么这个时候 我被投资企业 它的可变认净资产 勾引价值的份额 是不是要高于我的初始投资成本 那么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的入账 我就应该是以三百来进行入账 去高的 去享有的这个份额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认为呢 是一种负上瑜 那负上瑜我们一般是不承认的 那么就直接进入到当期损益 不能做资产去确认 那么直接进入到当期损益 业外收入的 并且去调增投资成本 就是说在负上瑜的情况下 我要进行调整啊 正上瑜的时候 我就不用去调了 我直接把初始投资成本 作为我入账金额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个负上瑜的话 我初始的投资成本 其实我就花了两百 但是我的入账价值 是不是三百 所以要进行一个调整 把我的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呢 调到我被投资单位 可变成金资产 公有价值份额当中去 也就是说我花了两百 形成一个一百的一个 营业外收入 形成一个这个营业外收入 那大家注意 有的时候考试啊 他会问你 专门考这种负上瑜的啊 他会问你 他的入账价值是多少 他的初始投资成本是多少 那有同学呢 就可能搞混了 你注意 这里我们讲的初始投资成本呢 就是你实实在在花了多少钱 就说我刚才讲的 这个二百万 二百万 那入账价值呢 去高者啊 那么这里就是 营享有的份额三百 那么所以 在权益法下 特别是有负上瑜的情况下 我的初始投资成本 和我的入账价值 它是两个概念 它是两个概念 它不是一回事啊 这里一定要搞清楚 那考试的时候 问你 入账价值还是初始投资成本 你要搞搞清楚 搞搞清楚啊 所以这里要单独把它列出来了 你一定要注意 初始投资成本和入账价值的一个区别 入账价值一个区别 只有这种情况下 这两者是不相等的 其他情况下都相等的 你看 这个是不是初始投资成本 就等于它的入账价值啊 所以我们就没有做一个区分啊 这里 就单独拎出来 给大家做了一个区分 就是它因为入账价值呢 和初始投资成本 它不是一回事 好 这是权盈法下 初始投资成本的一个调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假公司呢 在22年1月1号 以1000万的价格 购入了B公司 40%的普通股 并能对B公司呢 有重大的影响 好 那么不就是权盈法来进行核讯吗 在22年1月1号 B公司可辨认清资产的 供应价值为2000万 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 现在我要入账了 是吧 那我入账的时候 刚才讲权盈法下的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我是不是要进行一个 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啊 就看一下它是正商欲 还是负商欲 对不对 那么怎么比较 用我的初始投资成本 和我的可辨认清资产 供应价值份额去比达 好 那么这个题就是 1000万 和谁啊 2000万 去乘以40%啊 来进行比较啊 那么这个2000万乘以40% 是不是等于800啊 好 那么初始投资成本 是不是大于 我的被投资企业 可辨认净资产供应价值份额 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正商欲 需不需要调整 不需要调整 好 那么直接入账就可以了 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1000万 带银行存款1000万 这个就比较简单 那么大家看一个需要调整 如果这个钱呢 不是1000万 我是700万购进去的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形成一个负商欲啊 要确认一个营业外收入吧 好 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 取两者当中的最高者 两者当中的高者 那么这个时候 高者是谁啊 可变成金资产供应价值的份额800万 那么会形成一个利得 营业外收入的100 这个时候你拽了没 好 那么这个就是权益法下呢 我的初始入账金额的一个调整的 西题 我们再来做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呢 为一家上市公司 在19年2月1号呢 假公司向乙公司发行1000万股 每股面值1元 作为支付对价 取得乙公司20%的一个股权 他现在呢 不是以现金去支付了 而是以什么 发行权益性证券的这种方式 作为支付对价 去获得你的这个普通股股权 普通股股权 那么其实原理和前面一样 不管你支付的方式是什么 我都是要对我初始投资成本来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当日呢 以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是8000万 可辨认净资产供允价值份额是 1亿2000万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的 是不是啊 假公司所发行股份的供允价值是2000万 就说我一共是支付的这个对价 这个发行普通股啊 股本资本一价 这个一共是2000万 然后发行这个股份呢 假公司向证券成销机构还支付了200万元的一个手续费和佣金 我们在上一节最后的多一个小节的时候讲到过 如果是发现这种权益性证券 它有一些手续费和佣金 是不是去充你的溢价收入啊 好 那么取得这个股权后啊 假公司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取得股权日 假公司对乙公司它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那我把这个分路呢给大家列了一下 首先我要取得这项长期股权投资对不对 那么这个长期股权投资呢 我是通过发行权益性证券的方式啊来获得的吧 啊 那如果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话 它是一个股本一价啊 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然后是股本 那么体现的是一种公允价吧 好 现在要看一看它是不是需要调整 我的初始投资成本2000万 和我现在的啊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进行一个比较 那我现在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是不是这么多啊 啊 你算了一算 哦 他现在要比我的初始投资成本要大 那么就形成了一种负商欲呗 需不需要调整 需要 需要调整我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金额 所以会做一笔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成本代表的是什么 营业外收入 一种发现的利得 400 那么同时 刚才讲到 我发行这个权益性证券的过程当中 如果会有手续费佣金 那是怎么样呢 去抽你的 发行溢价呀 溢价收入啊 也就是说去抽你的资本公斤 股本溢价呗 好 那么这个结果就算出来了 他最后问你的问题 你注意 长期股权投资的一个账面价值 那么这个账面价值呢 就是2000 再加上400 那么就是2400 这个答案选B 我说去抽你的资本公斤的一个账面价值呢 我说去抽你的资本公斤的一个账面价值呢